您好,最近有粉丝咨询 说这个西门泰尔牛的优势到底怎么样 为什么有的牛运到南方会有伤亡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 从前基本上家家都有牛 牛是主要的生产工具 那时候东北营养的基本都是本地品种牛 由于那时候生活困难 人们基本上就是 人们吃的有的都解决不上瘤 又拿什么去喂牛呢 那时候养牛基本上也不给料 主要就是靠放牧师养 不像现在也注意这个牛的营养平衡 营养搭配 那时候养牛别说就是蛆虫的 就连那个疫苗都很少有鬼做的 那时候的牛基本上也没啥大病 即使得病了 当时也是看不起 医术也不行 病情严重点的就得淘汰 人类也是一样 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 人们的平均寿命都在40到60岁之间 而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在70岁左右 现在虽然病的种类稍微多一些 但是现在的医术高 人们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所以你的寿命也就提高了不少 牛也是一样 现在的牛经过了改良 而且每天摄取的营养更加丰富 受益的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这样就无形当中提高了这个牛的使用年限 而且这个改良的品种更具有生长速度快 繁殖率高 产奶量高的特点 这就是改良的结果 推陈出新更新换难 如果都是那个过头之风老手田园 那么我国的牛肉产量会更低 牛肉的价格比现在还得贵 那个好几倍 所以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大量的繁育这个西班塔尔牛 目前在北方那个繁殖的比较多 在南方那个少数省份的也有这个养殖 那么有人还会说 无论哪样 土杂牛就是比这个改良的品种抗病能力强 如果说这样的下解论就有点那个太片面了 只能说明你那个目光短浅 对改良品种的了解还是很少 别的不多说 就说这个在我们周边现在养殖户养的 基本上全都是这个品种牛 这里也包括养了30多年的老那个养牛人 他们从前养的也是这个土杂牛 现在也都变成改良的了 而由于这个牛本身呢 这抗病能力就比这个别的家族啊 抗病能力就强 特别是散养户 发展这个自分自养的养牛人 只要这疫苗做到位了 饲养管理没什么问题的话 牛一般是不会有啥毛病的 而且咱们也没说看着谁家的牛 那天天那个病病痒痒的 也都挺健康 只不过现在这个牛行好了 牛饭的也多了 在这牛饭的作用下啊 这品种越好的牛流通量越大 就是加速了传染病的流行 再加上这个有些人根本不注重给这牛做预防 这就是实际上 有一些牛在越术当中被染病 增加了昏命的几率 同时呢 有些人呢 对这个牛的应激法 这个调理又做不到位 有的牛甚至长时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反复的拉来拉去 换上一般别的品种啊 也很难挺得住的 至于这个肉的品质问题啊 现在就有了解 还得说这个安格斯的雪花肉 和这个日本和牛的牛肉 柚子都比较不错 但是价格比这个普通的牛肉高出很多 至于这个辛塔尔和这个土炸牛的牛肉 到底哪个牛肉的柚子更好 光说没用 咱要看这个具体的那个市场价值 咱不知道这个土炸牛这个牛肉 到底能比这个辛塔尔这个牛的牛肉 能够价格能贵多少呢 养牛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只有这个市场最有舒服力 同样是养一年牛 最后你要看看你一年的收入增加了多少 不看广告看疗性 另外辛塔尔牛在这个饲养方面 与南方的土炸牛 在这个喂法上也有些不同 由于事件的关系 将在以后的视频当中与大家分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